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书中他对自己的前半生做出了反省并真诚的悔悟 想要重新来过 两三岁就开始当皇帝的溥仪 从来没有享受过天赐应有的权利 在懵懂的年纪被予以重任 可那时的他想必连国家的概念都并不了解 又怎能治理诺大的中国 皇宫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家 而不是荣华富贵 制造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最动荡的那个年代 几次三番的逃亡 已经让溥仪麻木不仁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只有他这个皇帝当得最为悲惨 各方势力的冷淡态度 让他想起了一只庇护他 想要依附于他实则是希望利用他统一中国的日本 对于日本扶持溥仪为满洲国和类皇帝的这段经历 李茂杰如此评价 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 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 蒲仪则在谎言中 自欺欺人的 继续着他的皇帝梦 蒲仪登基用过的大殿 那局处的空间 正是蒲仪有如龙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当蒲仪被大赦返回北京后 他基本已经坦然面对了自己的平民身份 也没再回过故宫 有朋友调侃说 他害怕重返故地 想起伤心事 蒲仪则不以为然 只回了一句 都过去了 有什么不敢去的 他同朋友一起前往故宫 谁曾想喜悦的家经招需要门票才可以进去 不经沉默万千 故宫里放着自己从前坐过的龙仪 在朋友的怂恿下 蒲仪登上龙仪 并拍照留念 毕竟这是他此生最后且尽有的机会 仔仔细细地打量这个他曾经拥有的宫殿 在一次周总理接待外宾拜访时 蒲仪刚笑在场 周总理向来宾介绍称 蒲仪为末代皇帝 众人感慨万千 无比好奇他是怎样接受如此大的落差 蒲仪的回答赢了众人称赞 经历了改造的蒲仪是重生的 之前的那个他和清朝一并死去了 并宣称今天的蒲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来宾们无不为之钦佩 二十世气六十年代 蒲仪因患尿毒症 医治无效去世 人生不如一世长八九 蒲仪的一生太过窘疏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已经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了 对他来说 这一生还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已经算是莫大的殊荣了